930新闻直播室 13日星期五 我是譚敏妍 先来关注湾区方面的动态 中部东部暴风雪 湾区多航班受影响 受中部和东岸暴风雪天气的影响 10月22日星期四 全国大约有1,200个航班被取消 23日星期五将有700个航班被取消 预计未来几天 一场巨大的冬季风暴将被美国大片地区带来冰雪、洪水和强风 预计天气将会袭击平原、中西部和东海岸 随后在圣诞节周末将会出现一股北极气流 这样对美国很多地区来说 可能是几十年来最寒冷的一个圣诞节 虽然湾区预计圣诞节周末相对温和 但是随着芝加哥和丹佛等主要输楼的天气下降 旅客已经感受到的影响 据航班跟踪公司Fright Aware称 由于丹佛遭降雪、强风和严寒的天气 21日至少有145架架进出丹佛国际机场的航班被取消 预计22日至少有219班进出丹佛的航班被取消 Fright Aware还预计22日在芝加哥、奥克尔机场和中途机场 至少有364个航班被取消 本周早点的时候 这两个机场表示 他们手头有350台随雪的设备 以及40万加轮路面随兵液以应对风暴 这场范围广泛的暴风雪 亦被湾区居民航空旅行带来影响 22日组长 在湾区 我们已经见到SFO有16个航班取消 59个航班延误 OAK有10个航班取消 31个航班延误 SJC有10个航班取消 34个航班是延误的 大华大沙漠迎来10年来同期最大的降雪量 加州水务官员说 由于几场暴风雪雨 大华大沙漠正在经历10年来同期最大的降雪 州政府官员预测 11月的降雨令到土壤的饱和 并且为未来的经浪做好准备 12月初的小雪令到一些地区积雪达到2至4英尺 而元旦期间会有更多积雪 负责加州水资源部年度积雪调查的德谷知曼说 全州积雪量 约为每年这个时候平均水平价163% 这项调查是根据内华达山麦积雪中的含水量 预测该州一年的供水量 2023雪柜第一次测雪暂时定于在1月3日进行 但是德谷知曼谨慎地对待这个情况 他说很有希望 但是我们也熟悉去年12月发生的事 去年这个时候 积雪深度达到正常水平价150% 但是随后 加州遭遇了有纪录以来最干旱的1月、2月和3月 德谷知曼表示 2022年雪柜的开端和2013年出期的相似 尽管新年之前的降雪量令人印象深刻 但是2013年 却成为有纪录以来最干旱的1年 一个白色的圣诞节 不足以维持占加州年度供水量三分之一的水 积雪需要一直堆积到4月 以确保该州有足够的山雪 慢慢地流入州立的水庫中 德谷知曼说 唯一的办法是建立有弹性的储水基础设施 以保护每一滴的水 他相信 一旦他们在2023年初第一次调查收集到的 即雪量数字远远高于平均水平 他希望不会有去年甚至乎是2013年的情况再次发生 拜登说 希望这个圣诞节是美国新的开始 星期四下周 拜登总统在白宫发表了圣诞节全国电视讲话 他呼吁美国人民停止关注彼此之间的分歧 并且希望这个圣诞节成为这个国家一个新的开始 拜登指出 圣诞节故事的中心有一种灵静 而这份灵静让人们望却了一切的分裂和对立 在过去的2000年历史长河中 共同的信仰为世界带来了希望、爱、和平和欢乐 而即使在2000年后 圣诞节依然有力量鼓舞人们 让大家团结起来并且改变这个世界 谭多目前的政治氛围拜登声称 民主党和共和党人经常将彼此视为敌人 而不是美国同胞 在这样的背景下 他希望所有人都能忘记红蓝的抖割 正视每一位美国同胞应有的尊严和尊重 并且鼓励每个人在这个圣诞节 向身边的人传播出自己的善意 拜登强调说 我真诚地希望这个圣诞节能够排尽感染我们政治 并使我们彼此对立的病毒 我希望这个圣诞节对于我们的国家而言 是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有太多的东西 让美国团结起来 而不是分裂我们 国会暴乱委员会最终报告 特朗普是暴乱发生核心原因 众议院国会暴乱委员会结束了长达18个月的特殊调查 22日发布了最终的报告 报告显示 前总统特朗普参与了一场 自在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合法结果的多重阴谋 同时未能够采取行动阻止其支持者 襲击国会大厦 美联席报道 国会暴乱委员会在采访了一千多名证人 举行10场听证会 获得数百万页资料之后 发布了这份长达814页的报告 众多证人从特朗普的亲密助手到执法人员 带到参与国会暴乱的暴徒 详细描述了特朗普在暴乱前几周的行动 以及他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做法 是如何直接影响那些国会暴徒的 报告写道 发生国会暴乱的核心原因就是那个人 那个受到很多人追随的前总统特朗普 如果没有他 和国会暴乱相关的一系列事件都不会发生 委员会还得出结论 这场暴乱严重威胁了民生 并且危及美国立法者的生命 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报告的前言中表示 这份报告向全美所有民众发出了信号 要警惕地捍卫我们的民主 要将我们的选票交给那些尽职尽责 捍卫我们宪法的人 委员会表示 特朗普反复提出对广泛存在的选择欺诈的虚假指控 引起了支持者的共鸣 并且在社交媒体上得到放大 而他的支持者们 数据暴力并且冲击国会大厦的时候 特朗普几乎没有去阻止他们 在这份报告发布之制 特朗普已经宣布再次竞选总统 并面临多项的联邦调查 包括对他在暴乱中所起作用的调查 以及他在佛罗里达州庄园中 存放机密文件的调查 同时共和党人仍然在指责特朗普 应该为中期选举中 共和党不如预期的糟糕表现负责 国会暴乱委员会 已经在19日将调查结果提交司法部 并且建议司法部 调查特朗普的四项罪行 包括协助暴乱 而特朗普试图抹黑这份报告 评级委员会成员是恶棍和无奈 并且继续提出对2020年大选舞弊的虚假指控 教师短缺严重 成千上万的儿童错过学前教育机会 没有足够的教师人手 利满足学前教育的高需求 是导致很多友谊学前教育被担悟的主要原因 根据英文媒体的报道 总统拜登曾在他重建美好的疫情中提出 一个为三、四岁儿童建立免费学前教育的框架 但是因为教师人手的短缺 这个目标难以实现 有报道说 全国幼儿教育协会11月发布的一项调查发现 由于人手短缺 10个里面有7个托移所都没有足够多的席位 根据俄勒江州本地媒体的报道 在该州由于教师短缺 原本计划参加州政府资助的 编学费学前教育项目的6,400名儿童之中 有2,000人会错过这个机会 底特律儿童教育专家维蒙德·凯耶斯表示 家长对此都很担心 因为对于儿童的成长来说 早期教育其实是很重要的 目前尤其令父母伤脑筋的是 由于疫情的情况 很多的小孩可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就要进入幼儿园了 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发现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学生在阅读、数学等方面 平均成绩都由所下降 不理是网课、隔离、缺勤 只是教学时间的减少 都是学生成绩效果的因素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凯耶斯说 人们需要想办法吸引教师 来到这个领活 回到这个领域 比如提高教师的待遇等等 新闻中述 自定动态 热点关注 资讯出品 讲新闻事 讲国家事 讲天下大事 9300新聞直播室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930新聞直播室 今天是2022年12月23日 星期五 我是滕文言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动态 塔利班回应禁女性上大学 他说一旦问题解决 大学将会为女性重新开放 塔利班领导的阿富汗临时政府高等教育部 21日发布了证令 暂停女性接受高等教育 这个证令一公布 就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对此 塔利班临时政府高等教育部部长 内达穆罕默德·纳迪姆22日 对禁令进行了辨评 他同时表示 正在努力地解决问题 一旦解决 大学将会为女性重新开放 李连社报道 纳迪姆说 本周早点的时候 发布的禁令是必要的 可以防止大学里面男女性别混习 他还认为 学校教授的一些科目 违反了宗教原则 纳迪姆说 这行禁令有效直到宁行通知 他给出的禁止女性上大学的 另外一些理由是 女性没有遵守着装的要求 以及她们在学校学习的 某一些专业和课程 和阿富汗文化不相符 纳迪姆还补充说 他们正在解决上述的问题 一旦问题解决 大学将会为女性重新开放 李连社说 这是纳迪姆首次公开讨论这件事 他在接受阿富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回击了国际社会的 广泛谴责 他说 外国人应该停止干涉阿富汗的内政 CNN报道 2021年 塔利班在接受政权之后 曾经许诺 实施更温和的政策 以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尽管阿富汗臨市政府 此前曾经向国际社会承诺 保护女性和儿童的权益 但实际上 却不断地在打压和蚕食女性的权利 全球多个伊斯兰国家也在这个问题上 与阿富汗进行了割席 福布斯新闻21日报道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 对此表示震惊和遗憾 称全球所有伊斯兰国家 都会为之感到惊讶 并呼吁 阿富汗臨市政府 撤销这个决定 此外 亚联邮方面也发出严厉的谴责 卡泰比政府表示感到失望 这一项禁令 会对阿富汗的经济等方面发展 产生负面的影响 日本11月通胀 创逾40年的新高 日本最新公布的 11月通货膨胀数据 创低了40年以来的新高 香港中通社的报道 日本总务省23日公布 11月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为103.8 较上年同期上涨了3.7% 这是1981年12月以来的最大同比涨幅 而当年的持续通胀是受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影响 据介绍 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日元贬值 导致食品等涨价范围进一步扩大 从而推高了指数 物价指数年涨15个月 分析认为 这样可能会增强市场对日本央行 进一步加息的预期 本周早点的时候 日本央行出人意料的决定 将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的上限 从之前的0.25%上调至0.5% 11月的数据显示 除生鲜食品外的食物上涨6.8% 帐幅比上月有所扩大 提高了整体的指数 物品涨价的指数 品种也达到157种 比上月的154种略有增加 电费和燃气费分别上涨20.1%和21% 均继续保持高的帐幅 而汽油也存在着政府补贴的效果 下滑了1% 而汽油是21个月来首次同比的下滑 法国铁路列车员罢工20万人出行 将会受到影响 法国铁路列车员23日开始罢工 由于正值年底出行高峰 本轮罢工预计将会影响到20万人出行 新加坡联合组报报导 受到列车员罢工的影响 法国各营的铁路公司宣布将取消部分列车 根据统计23日三分之一的高铁将会取消 24和25日大概40%的高铁将会取消 同时跨国列车 乘制列车以及轻轨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或者从巴黎前往西南部的波尔多等线路 由于正值出行的高峰 大量旅客将会受到影响 法国各营铁路公司预计 本周计划乘火车出行的80万旅客中 大概有20万人的票将会被取消 根据法国媒体的报导 部分火车站出现了旅客滞留的情况 除了盛诞节之外 预计元旦前的周末也会受到罢工的影响 目前法国政府正在和法国各营铁路公司 以及各大工会的代表沟通 法国政府发言人韦朗22日表示 针对近日法国铁路行业不断发起的大规模罢工 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 政府需要采取相关的措施 来保障民众获得必要的公共服务 工会方面解采说 工会最终没有选择在圣诞节期间行动 这是由一些检票员和车上服务人员 组成的工会外联盟 19日自行宣布的罢工计划 发动罢工的检票员组织成员表示 他们的工作量和工作时数日增 新枝就没有调整 他们要求加薪 希望待遇和驾驶员相同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国方面的动态 2022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发布 成都 杭州 宁波 广州 南京 青岛 瀋阳 长沙 合肥 西宁被推选为 2022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省会 以及计划单列市 温州 台州 泰州 宋州 威海 湖州 常州 毛石 攀枝花 阳江 盈口 被推选为地级的2022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此外 成都市 温江区 获得了2022年企业家幸福感最强的市区 农泉液区 商楼区 获得2022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据主办方 寮望东方周刊 以及寮望智库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调查推选活动 含蓋就业指数 居民收入指数 生活品质指数 生态环境指数 城市吸引力指数 公共安全指数 教育指数 交通指数 医疗健康指数等9个一级指标 以及上百个二级细分指标 据了解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 至今为止 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16年 澳门今天起取消港台 以及外国人士入境红马 以及核酸检测的要求 香港新闻网10月23日电 澳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公布 因应疫情和防控政策的调整 从今天开始 调整由香港、台湾以及外国入境澳门人士的防疫措施 新措施取消入境后落地核酸检测 澳门健康码为红码 以及入境数日起计第三日需检测核酸等要求 相关人士入境后 澳门健康码为黄码 接受自我健康管理 并从入境之日数日起 继连续5日 每日进行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检测 并将结果上载至澳门健康码 第5日上载快速抗原检测阴性结果之后 澳门健康码转为6码 如果上述过程中快速抗原检测结果为阳性 澳门健康码就会转为红码 需要采取感染者居家隔离措施 有关入境之后 可以在任何时候离开澳门 前往香港、台湾地区和外国 但是 直至入境数日起继第9日零时前 不能经澳门前往内地的措施 维持不变 至于登机、登船和登车 内澳时需持有的 合要求的采养日后 72小时内核酸检测报告的规定 也同时维持不变 台湾中延院 预期明年经济增长2.41% 香港中通社10月22日电 台湾中延院经济所22日公布经济预测 全球经济景气低迷 拖累台湾外贸和投资的表现 预期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都无法补衫 预计2023年增长2.41% 明年消费者物价上涨率为2% 展望2023年 中延院经济所表示 随着关口开放 消费动能可能持续提升 但全球景象气温 景象降温 厂商负存压力持续 台湾外贸和投资将会继续低迷不振 预计明年经济增长率 仅保持轻微的上涨 以上就是今期930新闻直播室的全部内容 多谢你的收听 我是谭文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 好 好 好